王铁锤实在是太厉害了 大骑胜也没有走明显的错棋漏招 竟然不知不觉的就走输了 我们来看这本精彩实战 铁锤起手来了一手现任指路 没有摆中炮了 大骑胜足底炮 红旗呢还架中炮 黑旗补三项 选择了流行变化 也有走向七进五的 铁锤先补一手势 也是最近走的比较多的招法 这个削弱你足底炮的这个威力 那黑旗呢也补一手势 不让你带僵来打这个中族 铁锤呢就上马 黑旗跳边马 铁锤收炮失脚 以后准备啊 这个马呢还是正旗 黑旗呢先出局 铁锤上马 那黑旗现在左翼的子力安顿好了 这个右翼的巨马怎么办 你要是跳个拐脚马吧 又成为人家以后上马攻击的一个目标 你要是跳个鞭马 那远离了主战场 我们经常说了 马跳边必备尖 而且呢鞭马不干活 黑旗呢在这里啊 选择了炮打兵 让出这个马的位置 他还是啊 想跳一个正马这样的阵型更加协调 红旗上马 黑旗跳马 要出局了 那红旗呢先把局亮出来 黑旗呢 那就平炮亮局 不给你局平二出这个局的机会 红旗在这里走的很简明 直接马踩中足 要踩你的马 黑旗呢要是主动交换 那人家炮打过去 给你铁帽子一扣 几句呢永无出头之日 以后再一飞向 又向住你的包 所以说呢 黑旗呢 他不主动交换 不主动交换 他一看自己的这个局开出来了 你的这个局没有出来 他就选择来手对窝鞠 正常情况下来说 对窝鞠那是吃亏的 但是这个旗呢 他有补偿 因为你这个局出不来 红旗呢 也只有选择对掉 黑旗吃掉 那这个局既然不能直出了 他就高一步准备横处 那黑旗呢 还是上马 红旗呢 不可能来主动交换 他选择局平四 那黑旗呢 也不可能主动去交换 让人家炮打过去 这个扣个中炮 黑旗呢 也是高居 红旗呢 高居捉一下炮 实战呢 黑旗啊 是选择了炮静一 炮静一呢 要打兵 要打相 这也是下旗的呀 第一感觉 也是绝大多数棋手都会选择的一种下法 但是这种旗啊 应该说是眼光招 黑旗啊 在这里可以考虑走一个足三静一 给这个炮升根 也不给你这个锯啊 有往这边啊 调动的这个机会 在这里呢 还有一路啊 比较异想天开的招法 临场呢 不容易想 那就这往哪里走呢 往这走 强行给你对炮 你要是打掉 他把你马踩掉 他踩着你的锯 你要是不动 逃马 那他就把你炮 给你交换了 这个红旗的这个中炮 一旦被交换了 那对黑旗呢 就没有任何威胁了 实在呢 他就选择进炮 那要打兵打相呢 红旗肯定是万万不答应 他选择进兵 黑旗呢 这时候选择进足 其实啊 在这里呢 还是可以考虑 炮进一步 枪行对炮 只是说这手旗 实在是不容易想 红旗呢 就把锯甩过来 这边呢 是个空门 肯定啊 必时积蓄 黑旗呢 也把锯平过来 红旗呢 平个鞭炮 明确告诉你 我下一招啊 就准备把马给你对掉 然后呢 再鞭炮发射 那黑旗一看 这边呢 太空了 他选择了一手落势 那红旗呢 就给他踩掉 黑旗呢 把炮打回去 形成一个担子炮 准备构筑一道防线 红旗 炮击编足 那现在万万不能容忍 人家这个下底炮来一将 那可受不了 他就平炮拦住 那红旗呢 就割中炮一将 黑旗呢 只能补一手势 这个势呢 还不敢补 底下漏风 只能补这个势 红旗呢 一拆炮 红旗呢 红旗拆了炮 下一招啊 就有闪击 平鞠 陷鞠 底下闷弓 抽你的鞠 那黑旗呢 就赶快 退鞠 做中炮 红旗呢 就平中 保住 底下呢 闷杀 黑旗 平炮 拦住 红旗呢 在这里啊 可以考虑啊 先补一手相 他呢 走得更凶 直接啊 浸泡打鞠 先把你的鞠啊 给你赶走 那黑旗呢 也只能 聚高一步 红旗呢 再平炮 闪一下 底下要给你 拦门弓 黑旗 再平炮 拦住 把你这个炮啊 都引开之后 鞠 赶走之后 这个时候啊 腾出来手 再补一手相 这个阵型啊 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的牢固 那黑旗呢 肯定是 也不能坐以待毙 他挺鞭族 活动鞭马 以后啊 准备马九进八 把这个鞭马跳出来 参与助攻 那你拱鞭族 我拱鞭兵 黑旗一看 要是这个时候上马 那人家又打一个 这个到时候 红旗多出来一群兵 那也受不了 他呀就选择了 先送掉这个 送掉这个族 虽然说损失了一个 但是呢 他加强了这个鞠啊 对群河 河口一线的这个控制 然后啊 再对这个族 那红旗呢 先再闪一下 底下要闷杀 可以去平炮 再拦住 红旗呢 再吃过去 那黑旗是万万不敢打这个局 让人家一炮闷死 吃兵 红旗一看 现在自己作兵了 他呀 走得很简明 就选择 跟你对聚 那黑旗一看 自己现在处于受攻的局面 那赶快对调 对调之后 红旗呢 给他一飞 黑旗再平炮打马 马不敢跳 跳的话打闷弓 那只能是回个向 黑旗呢 就进炮 把这个马摁住 不能容忍你马再跳上去 那红旗呢 就挺中兵 准备啊 以后马从中路这样盘旋而出 那黑旗呢 就上马 下一招啊 准备再进马 踩你的变腿马 那红旗呢 功不忘手 退炮 手一下 不让你这个马呀 切入进来 那现在由于这个炮 对底下有闷弓的威胁 这个炮呢 走不开 黑旗呢 就选择了先出老将 出老将躲一步 以后呢 这个炮啊 他可以走开了 那红旗现在呀 其他子弟也不好动 那就拱鞭兵 要想读拱鞭族 黑旗呢 这个炮啊 终于可以走开了 红旗平兵 黑旗呢 浸泡 苗尼的鞭兵 红旗本来在这里呀 也可以选择走一手 炮物平衣 保住这个兵 先不给你吃 但是呢 他觉得自己的子力呀 已经够实了 这个鞭兵啊 就放弃了 选择了 马三进武 准备呀 越马助攻 那黑旗呢 赶快先吃掉一个 红旗在兵武进一 拓宽马路 黑旗呢 再回马 红旗上马 黑旗呢 选择了 退炮 红旗这个中炮 现在 没有用了 他选择了一手 轻边炮 准备呀 旁敲侧击 底下给你来一下 黑旗呢 进马 红旗来一将 黑旗落个象 本来呀 红旗呀 在这里呀 也可以考虑 直接走一手平兵 打象 你要是非中象 他就给你踩烂 但是呢 他可能啊 顾及什么呢 你要是平兵 描象 人家也有一个平炮 来过来勾入 他呀 走的呀 还很老练 先退一手炮 这招退炮呢 就一招两用 既防止以后啊 你平炮来守 也防止你啊 以后进马 扑桃来骚扰 那黑旗呢 又选择了高炮 打兵 那红旗呢 就先跳马一将 让你老将定位 你要是老将上来 以后这个再进炮将 再退炮将 这个老将啊 就给你打到三楼了 这个我们经常说了 惧怕低头 电炮高 这个老将爬到三楼 也很危险 再一个呢 你上来之后 他还有一个什么旗呢 就是平兵 吃你的炮 暗含着回马一将啊 吃你的马 这样的黑旗啊 只能进老将 红旗呢 再平兵 打闷弓 黑旗呢 只能飞个象 来不及打这个兵 那红旗呢 再并无尽异 黑旗一看 这实在是没法防守了 人家要吃你的象 你的象又不能逃 逃的话打闷弓 这个象一旦被吃掉 底下漏着风 中式又被人吃着 那也没法再玩了 走到这 也只好投资认赋了